做一个美食博主究竟有多爽 视频中这个大口吃肉的小伙 会做上百种菜 不仅擅长穿菜 还会做卤菜等传统菜 把自己从青葱小伙 养成壮青年 萝卜做的菜有多美味 他究竟有多会吃 我是绑姐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 小弟萝卜的美食之路 都已经夏天了 怎么少得了一顿麻辣瓣 今天简单准备了一点菜 我们来做个又麻又辣的麻辣瓣 这一碗小味真的绝了 巨好吃 每种味道都恰到好处 四川男人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大部分是爬耳朵 还擅长做饭 萝卜就是其中一员 他爱做菜爱美食 最喜欢自己研究美食 之后大口吃肉满足味蕾 而萝卜的菜系也越来越丰富 最开始他只做一道菜 打菜做成盖饭 不管是什么菜 都要配一大碗米饭 如今萝卜的菜越来越豪华 最近他一个人吃掉一只三斤重的烤鸡 而这还不能让萝卜吃饱 在烤鸡间隙 还要给自己卷凉皮吃 萝卜的厨艺令人羡慕 不管什么菜 在他眼中都能简单完成 哪怕是对别人来说困难的菜 也能被他分解成几个步骤 只见萝卜随意往锅里放调料 完全不用勺子比划 随手一抓一撒 也不会让菜的味道变奇怪 似乎没有什么菜能难得住萝卜 陕西的油泼面 东北回锅肉 柳州螺蛳粉 天南海北的味道 都集聚在萝卜家中 只是不管是什么菜 在他手中都要和辣椒搭配 浇上酱汁 这一碗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 先来弄一口 多裹一点红油 作为一名地道的四川人 萝卜无辣不欢 就连吃菌子都要切两斤辣椒 以此维护自己四川人的地位 每当萝卜开始切辣椒 就会出现一群人担心他受伤 毕竟穿鱼是全国痔疮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以萝卜无辣不欢的性格 不长痔疮的可能性比较小 萝卜会做敢吃能吃 虽然他做饭量大 几乎每次都要用饭盆装菜 但他也会把自己做的菜吃光 坚决不让菜留到下一顿 坚决不吃剩菜 践行光盘行动 作为一个吃货 他有冒险精神 在云南本地人都不敢吃剑手青的时候 他用200元高价 买了两斤剑手青 把自己关在家里做菜 他先用辣椒把剑手青烟入味 让骏子适应四川口味 然后把剑手青兜进锅里 经过长达半小时的烹饪 终于把快烤干的剑手青放进盘中 为了这次体验 萝卜做足准备 他生怕自己出意外 不过据当地人表示 萝卜过于谨慎 以至于差点把剑手青炒糊 他对美食的执着 大于对老婆生病的关心 当妻子感冒后 萝卜立刻下厨做饭 只是他不给病人做清淡饮食 却端出腊卤牛排 让人十分疑惑 难道四川人就连生病都不忘吃辣吗 等萝卜做下后 网友蔡反应过来 原来他说老婆生病 只是为了给自己加餐 不过萝卜也会狡辩 他表示自己吃好 才能增强免疫力 更好地照顾家人 干饭人吃饭要用盆 萝卜也不例外 他每次都要用专属盆装饭 有时一盆根本就不够吃的 他还要给自己加餐 他的饭量让人不敢相信 对于萝卜的饭量 你有什么看法 你身边有人比他更能吃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你想看的网红故事 尽在网红闲鱼榜 疲惱 但是 没有 是